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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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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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序,這樣提一下 轉譯的時候的工具是核彈體 那核彈體含有大小四單元 OK,不管是大的次單元還是小的次單元 它的化學的組成都是蛋白質跟rRNA 那可是組合的順序是這樣子 就是小四單元 小顆的那顆 它會先去跟mRNA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步驟在 當然步驟一好了 如果這是步驟一的話 步驟一那個mRNA加上小四單元 這個部分它是在細胞混裡面就已經搞定了 然後就這個mRNA 然後身上掛了一個小顆粒 然後再從那個核孔 核孔那個地方被運輸出來 所以其實你從這個觀點去看啊 核孔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運輸構造 因為mRNA的長度 你就算隨便一個基因 你起碼應該有二三十個密碼 二三十個密碼 你換算下來的話用三十個來算 你起碼也要九十個核乾酸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頭的那一段 加上尾巴的那一段 這個絕對是一個大分子 那你現在再掛上一個 蛋白子跟蕾 這個分子量其實應該蠻誇張的 這絕對不是一般的運輸蛋白做得到的 好 那組合的順序是這樣子 那所以 從這個地方 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原來這個大小次單元 它並不需要時時刻刻 都掛在一起 核糖體其實只有在工作的時候啊 它的大小次單元才會組合在一起 那大的次單元要等 就是等到這整個拖到那個細胞子當中的時候 然後 接下來大的次單元才會進來 可是在大的次單元進來之前 就是那個前一頁415元的地方 那個TRNA TRNA當中呢 第一個會用到的會先進來 那我們上次講說 TRNA不是總共身上有三個圈圈嗎 欸這上...我在印象中上講的齁 TRNA分子的特性嘛 密碼有講過嗎 649密碼 有講過嗎 就是密碼的組成被排出649 好 然後所以 呃... 接下來 在大的次單元進來之前呢 會有一個 基因轉入的時候 MRNA轉... 對不起 MRNA轉... MRNA轉移的過程當中 永遠是第一個進來的TRNA 那這個第一個TRNA呢 它身上掛的氨基酸 它身上掛的氨基酸是假硫氨酸 這個TRNA呢...它是對應到所有基因的第一組密碼 好...以MRNA來說的話是其實密碼子 因為RNA上面的密碼如果有的話 MRNA上面的叫做那個密碼子 OK 那...所以所有基因的第一個密碼子一定是AUG 你看...那如果你現在討論的是DNA的話 那你追回去 它當初在DNA的時候 所有基因的第一組基因密碼就是ATG 互補的那一頭就是TAC 你看...這是當初DNA的時候 它現在已經轉度出來了 這樣就好...寫在旁邊參考一下就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那...TRNA...帶著假硫氨酸的TRNA進來 然後它會先去跟MRNA級小單元所組成的這個結合狀態 然後呢...尤其關鍵是在AUG這個地方 核糖底基本上呢...它不認識假硫氨酸 可是AUG現在對應的氨基酸 就是這個密碼子被解讀的時候 它實質上需要的是假硫氨酸 核糖底不用去認識假硫氨酸 它只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看看那個...這個... 帶著假硫氨酸的那個TRNA三個圈圈當中 正中間的這個地方的其中一小段 因為它是OMNA 所以它有AUGC的排列組合 它只要去確認這個圈圈上面的這個小段落當中 有沒有出現UAC這個組合 所以核糖底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去把TRNA裝進來 然後呢...讓那個TRNA在這個地方的排列組合 三個唯一組的這個地方的排列組合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去核核看...現在呢... 欸...這個TRNA的...這一段的UAC 剛好可以跟AUG形成... AUGC互乎關係 它就可以確定這個TRNA 其實就是它要的 當然它要的並不是TRNA本身 它要的是什麼? 它要的不是TRNA本身 它要的是這個TRNA身上所掛著的那個假硫氨酸 好...所以這是步驟二 好...可是因為第一個TRNA比較特別 它會早在大四單元進來之前 它就先...先...呃...佔好位子 那它佔的位置是什麼?上次也提到 核酸體身上呢...組合完成之後 總共提供三個座位 這三個座位你一定要照順序背 那個...TRNA離開的位置呢...叫做E位 然後...甲硫氨酸... 這是這個...帶著甲硫氨酸的那個TRNA 它會直接進到P位 可是這是特例...因為它是第一個步驟 這是第一個步驟 後面等一下...呃...我們講後面的... 就做法的時候會發現...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這個第一個步驟是這樣子 帶著甲硫氨酸的TRNA直接進入P位 然後...找到AUG OK...這個互補關係成立 OK...這個TRNA就會被留下來 然後接下來呢...P位的右邊 還會有一個預備的位置 這個地方叫做A位 好...所以...TRNA第一個... 好... 甲硫氨酸的TRNA... 甲硫氨酸的英文...我縮寫一下 甲硫氨酸的TRNA會結合在... 會結合在P位 然後這個時候... 大的次單元才進來... 這已經來到第三個步驟 大的次單元結合... 所以...到這個地方... 總共...就是... 大小次單元夾著MRNA... OK... 呃... AUG都在P位...OK... AUG對應的TRNA... 也弱在P位... 這樣...你看看... 好... 然後... A位暫時還空著... 因為後面還沒開始做... 你看... 所以第一個步驟... 這個... 這是一條錄音彈... 你看... 你放到那個... 那個卡座裡面... 然後按下Pray鍵的時候... 它那個從第一個... 第一個... 這首歌最前面的... 那一段的... 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這個地方... 是特別處理... 所以... 第一次進到P位... 這個步驟特別處理... 後面的... 等一下... 它可以反覆... 用相同的做馬座... 你看... 所以到這地方... 應該就馬上可以看到... 核糖體大小次單元... 必須夾著MRNA... OK嗎... 然後... 接下來... 需要TRNA的配合... TRNA可以幫忙... 帶來... 正確的氨基酸... 核糖體... 它並不是直接去辨認... 那個氨基酸... 其實它是在做一件事情... 它只要去確認一下... 細胞值當中... 因為... 呃... 氨基酸的20種... 那... 所以... 不同的TRNA... 可以攜帶不同的氨基酸... 那... 什麼叫做不同啊... 那個TRNA呢... TRNA... 大致上都長這個樣子... 號稱叫木素型... 而... 它是三個圈圈... 中間這個圈圈的... 其中一個小段落... 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 反密碼子... 所以... 核糖體... 它真正在做的工作是... 它去把... 反密碼子... 跟... DNA上面的... 密碼子... 去互補看看... 你看... 有沒有達成... AUGC的互補原則... 如果有... 它就可以確認說... 欸... 那現在這個TRNA... 就是它... 當下... 正需要的TRNA... 但... 最後... 它會用到的... 並不是TRNA本身... 它最後... 留下來用的... 只有... 這個TRNA... 所攜帶的... 甲硫氨酸... OK... 其實步驟... 這第一個步驟... 會比較麻煩一點... 這邊... 好... 那... 因為地球上的生物... 密碼的原則... 都是... 三個核甘酸... 為一組密碼... DNA那個地方... 一般習慣... 就直接叫基因密碼... 然後... 到了... 轉錄完成之後... MRNA上面的密碼... 一組一組... 是... 那個基因的內容了... 那我們這時候... 改換一個稱呼... 叫密碼子... 你看齁... 然後... 核糖體... 用來確認... 那個TRNA跟密碼子... 互補關係的... 那一組密碼... 也就是TRNA... 唯一有帶的... 一組密碼... 只有這組密碼... 它沒有基因... 它只有這組密碼... 跟遺傳訊息有關的... 總共也不過... 就是這三個層次... DNA的基因密碼... MR內的密碼子... TR內的反密碼子... 然後... 其實兩兩互補關係... 這個部分... 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所以... 第一個步驟... 因為它狀況特殊... 所以用這個方式處理... 那第二個以後的步驟... 大概會是像什麼樣子呢... 現在呢... AUG... 核糖體假設... 已經... 開始... 遠離AUG了... 好... 所以... 你現在往下看那個步驟... 它把它畫成一個循環... 就是它是一個反覆的動作而已... 好... 現在呢... 假設... 嗯... 寫上去... E位... P位... 然後A位... 對不對... 核糖體內... 總共提供三個座位... 三個座位... 總共可以容納... 三組密碼子... OK... 然後... 通常... 落在P位的這個... 它要負責一件事情... 它要把它之前... 已經拿到手的... 它要按計算... 拆下密碼表... G... A... C... 那個... G... A... C... 這個... 可以當位金... 然後... 接下... C...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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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放öst...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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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م,هم... PHE 好,順便找一下CAG 應該就跟CAC是一樣的 沒有,不一樣,CAG,GLN 好 這是比較常用的胺基酸的縮寫的一個 用三個字為代號 比較不用跟 因為胺基酸代號有兩個字母 一種是三字母的 好 所以這個地方是其實密碼子 好,所以第一個步驟 那個AUG這個地方特殊處理之後呢 之後的狀況從第二個以後開始都是這樣子 好 現在呢 有個TRNA症落在P位 然後你現在來說就是PHE這個胺基酸 那它要負責一件事情 它暫時得抓住之前已經串起來的按計算 所以這就是P位 P位的那個TRNA要做的事情 那A位呢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預備的位置 現在呢 UUU的這組密碼子的下一個密碼子是CAG 好,所以一旦A位 這個座位空下來的時候 核攤體它就會允許 某一個TRNA從這個地方進來 不會從E位 一定是從A位 但問題是TRNA的種類有很多 所以到底誰有最後有機會去做到這個位置 這個是有條件的 而那個關鍵就是在於 如果像P位這個地方 密碼子正落在UUU 所以那個TRNA絕對沒有問題 它的反密碼子一定是A A A 好,那個正落在A位的密碼子是CAG 所以最後有機會做到這個位置的 只有一種選項就是 它必須要是G U C 所以RNA固然很多 可是不同的RNA C帶著反密呢 密碼子不同的關係 你看 所以只會有那個 反密碼子是GUC的這個TRNA 會進到A位來 好,那可是接下來 這個是一個連續過程 它就沒有辦法用 就是只能用口頭上解釋一下 接下來等到 帶著GUC 反密碼子的TRNA 在座位上做好 開始 那就去做一件事情 P位上面的這個TRNA的PHE 就準備開始 去跟已經在A位做好的 就是已經擺好的那個TRNA 它所帶的GLN 準備形成那個COMH 那個共架件的結合 還記得氨基酸這件結合嗎? 學校旁邊站到 那個不是有一個那個 縮基 下一個氨基酸的 氨基 然後新的氨基酸之間的結合 不是落在CO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所有按 計算時間結合位置 所以 等到 落在A位的TRNA 就定位之後 它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就是讓GLN 要準備 往前掛在PHE的 縮基這個地方 還記得順序喔 氨基酸結合有順序喔 習慣上 這個通常左邊 我們會擺比較前面的 即將進來的會往右邊擺 所以它的順序是從 氨基這頭 往縮基這頭 延長過去 然後 所以回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後來所做的事情 就是 OK,擺好 GLN 準備跟PHE 形成共加件的結合 OK 所以它 後來 會在 這個 兩個 一個在P位 一個在A位 它會在兩個 都做好的時候 完成這個地方 我現在是用虛線 可是它最後會真正形成 共加件 OK嗎 一旦 PHE跟GLN 你現在往下看第二個步驟 在 416頁那個 繞圈圈巡團式的反應裡面 你先往右邊看 右邊呢 就代表A位的TRNA 已經擺放好了 擺放好之後呢 P位 P位 的氨基酸 它的 縮基這頭 就準備 去跟A位 A位的TRNA的氨基這個地方 形成共加件的結合 好 所以你現在再往下看 它這步驟跳得比較快一點 416頁正下方的這個步驟 一旦 PHE跟GLN 已經結合完成之後 PHE這個時候 它會順便切割跟誰的關係 因為你現在PHE跟GLN已經結合好了 那所以PHE自然就不再需要跟誰結合 它就不用再掛 繼續掛在TRNA上面的 好 所以 暫時 暫時你會看到 整個多態鏈 整個多態鏈 暫時換誰接手 由 落在A位的那個TRNA暫時抓住 可是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因為共加件已經完成結合了 所以 接下來 我們就會看到 整個核糖體 順勢 再往下移動 一組密碼 它每次移動就是一組密碼的距離 那你現在 所以假設現在 我整個核糖體 再往下移到一組密碼的時候 OK 新進到A位的是哪一個密碼子 是不是就會是AA 然後剛剛那個CAG 在核糖體移動的時候 CAG是不是就順勢進入到P位 所以CAG所對應的那個TRNA 是不是也進入那個P位 所以是不是又是 誒 沒錯啊 一樣 最終我們所看到的時候 仍然是P位的那個TRNA抓著多太電 但事實上它早在前面的時候 已經先完成多太電的結合 OK 那每次移動的時候 就是P位的TRNA會先暫時幫忙抓著一下 那等 等誰進來 等那個A位的TRNA就定位 A位的胺基酸跟P位所帶著 抓著的那個最後的一個胺基酸 又開始準備這個太電結合 所以等到結合關係成立的時候 那個P位的TRNA 呃 P位的那個胺基酸 又會跟它切割關係 你看齁 所以什麼時候胺基酸 P位的胺基酸跟TRNA會切割關係 就是等到PA的胺基酸確認結合完成 因為現在反正有人抓住了 就沒有什麼脫鉤的問題了 這樣OK嗎 好 那回過頭去交代一個 那像現在這個情況 帶有AAA這個TRNA 在核糖體移動的時候 OK 所以現在那個 呃 UUU 是不是即將進入E位 對不對齁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一樣 那UUU對應的這個TRNA 是不是也要移到E位這個地方 OK E位的動作很簡單 它有點像是一個脫離的裝飾 任何不帶著胺基酸的TRNA 一旦進到這個座位之後 直接跳開 它是一個提供TRNA 跳出去的一個位置而已 所以並沒有什麼特別比較重要的功能 所以那個E基本上 那個英文字就是EXIM 就是離開的那個意思而已 OK齁 所以總共三個座位 實際上實質有參與 多態鏈的合成的 只用到P位跟A位 那E位是提供那個空的TRNA離開的位置 那TRNA還有一個好處 它離開之後 雖然它暫時手上沒有胺基酸 可是它之後可以在細胞子裡面 透過酵素的幫忙 會幫它再度掛上那個正確的I基酸 那這樣就可以支援回收了 OK齁 所以這樣的一個反覆進行過程當中 只有第一個步驟 因為它有組合順序的問題 就是你看 它是小次單元先跟MRNA結合 TRNA進來 大的次單元才進來 之後就是一直反覆做這樣的事情 移動 然後新的密碼子進入A位 剛剛的A位的進入P位 所以A位那個呢 是即將有一個新的TRNA進來 然後那個多態鏈產生 對不對 然後進入E位的TRNA挑開 然後繼續往後做 一直做到什麼時候 合唱點當初夾起來的地方 AUG其實密碼子直接進入P位 OK齁 那這個關係什麼時候解體 整個翻譯的工作 它就會一直持續進行到 遇到三個中指密碼子之一 整個結合組合的狀態 它就會解體 解體之後就代表 我現在整個的轉譯工作宣告結束 OK齁 所以什麼時候 當這三個密碼子之一 那進入到A位的時候 就差不多即將結束 就是UAA UH 或UGA 這個是中指密碼子 三選一就好 不用全部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條 按照密碼子的順序所串連起來的 氨基酸的排列組合 那可是那個密碼子的順序 其實真正是源自於誰 是源自於DNA上面的那個三個 ATGC排出來的組合的基因密碼 你看齁 所以你把基因的內容完整解讀出來 就會是多態鏈上氨基酸的特定排列組合 OK 這個就是轉譯的工作 那因為轉譯以後 真正要得到的東西就是多態鏈 所以這是產物 你看看 所以你再回過頭去看 核糖體這個工具 其實它做的事 其實真的很呆滿 它一直在反覆做一件事情 確認TRNA的反密碼子 跟MLN的密碼子的互補關係 對不對 然後呢 將氨基酸結合 它是一直在反覆做這樣的動作 可是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到這個時候 核糖體依據的是核酸 產生的東西是多態鏈 對不對 核酸多態鏈用另外一個詞來替代的話 蛋白質 對不對 從核酸到蛋白質轉譯嘛 所以翻譯工作就正式完成了 然後 多態鏈到蛋白質還有一些要交代的事情 這邊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416A它那個地方給你反覆 你看那個 最正下方那個步驟 對不對 當多態鏈已經 太健形成 A位上面的氨基酸 跟P位氨基酸的太健結合完成之後 那那個P位的TRNA 跟它所原本攜帶的氨基酸之間的 暫時的結合關係就會被切割 然後 等一下核糖體就會移動一個位置 移動一個位置之後呢 會有一個新的密碼子 密碼子進入A位 原本在A位的進入P位 原本在P位的進入E位 所以這時候 空的TRNA進入E位 跳開 然後接下來等著A位 有一個新的 合適的TRNA進來 然後再反覆做這個動作 所以第二個以後 基本上都可以用下面的圖來解釋 但第一個步驟最特別的 第一個步驟它的組合順序 小次單元跟MRNA 然後接下來是AUG對應的TRNA 然後是大的次單元進來 來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那些需要背的 比如說 那個 轉路的時候 那個加頭加尾 頭加GTP尾加多線標0的這個部分 密碼的結構裡面 比如說 其實可以組出64組 那為什麼只用了61組 因為有3組 當中指密碼 中指密碼 沒有對應到氨基酸 可是其實密碼 有順便拿來對應到 甲硫氨酸 所以那個甲硫氨酸 當然一定要背 所以所有的多態鏈 初步合成的時候 第一個氨基酸 都可以預測 假設它後來 就是 後來怎麼去處理都不管 它剛完成的時候 它第一個氨基酸 就是甲硫氨酸 這是地球上生物的特性 那接下來看一個奇景 這個奇景 在原核生物身上會發生 增核不會發生 那 原核因為 它整個 所有的化學反應 通通都在細胞質當中頑強 因為它也只有細胞質 然後它是原核 所以它沒有細胞核 也沒有那種什麼用膜做的包氣 所以它在細胞內的化學反應呢 無法去做到那個空間的分隔 這也是增核的好處 所以當然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要講說 因為膜可以區隔不同的化學反應 在不同的空間進行 所以它互相干擾的可能性就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某種角度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 增核的代謝能力 跟原核生物的代謝能力 誰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做到比較多的化學反應 大致上來講還是增核 因為你空間區隔 所以化學反應不相干擾的可能性不高 可是有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空間很精簡 其實也有一些優勢在 417頁的下面這個圖 這是一個電子顯微鏡底下抓到的圖 這裡總共有好幾個線條 大約是這樣子 橫的那一條 那細細的 它這個倍率還不到最大 電子顯微鏡倍率最高的時候 甚至於可以看到那個接近DNA的 快要兩條平行線 但是那個要抓得夠準 還要倍率夠高 所以橫走的那個線條是DNA 那假設 原來 早先一段時間裡面呢 有個RNA聚合酶 然後它就從那個啟動子這個地方進來 然後開始去做轉路這個工作 對不對 然後所以它從左邊開始 然後依序往右邊做 所以沒多久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預測預期 應該會有一條RNA出現對不對 結果呢 後來他們發現 這個是在電子顯微鏡底下抓到的那個片刻嘛 然後就發現只要這個RNA聚合酶 它離開那個RNA聚合酶結合進來的地方叫啟動子嘛 它只要離開啟動子足夠距離之後 這個地方就會碰下來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 再多一點 比如說 這是當初第一個進來的RNA聚合酶 這是第二個進來的 這是第三個進來 因為我們覺得要用那三個來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你看 當第二個 然後那聚合酶 它從啟動子這個地方進來 開始去做 轉路的工作 可是前面空下來對不對 所以前面空下來的時候呢 那個 它就允許 原特生物 它會允許一個新的 保安內聚合酶結合酶 給進來 然後準備開始去做短路的工作 好 就同一個時間 幾乎同一個時間 現在就有兩條RNA 結果你這樣往後看 發現 其實早就 還有最早的 進來的那個 保安內聚合酶 它做得更慘 所以它等於是 這一個地方 是某一個基因 的段落 所以在第一條 在第一條RNA 都還沒有做好 你看 它緊接著 反正我這個地方空位 是空著的 它可以允許 雖然有一點時間差 但是幾乎在 第一個RNA 都還沒有完成 之前還有很多條RNA 可以一起做 所以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在一定的時間範圍裡面 你看 DNA上面的基因 只有一份 可是如果我能夠把握時間 在一個相對的時間範圍內 同時得到很多條RNA 它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叫倍增 我把一份基因 是你的原版 CD只有一份 對不對 為了讓大家可以分享 所以 本來是自己方便 所以就copy了一份 對不對 後來發現可以分享 所以就copy了很多份 類似這樣子 所以現在手上就有很多copy了 所以我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複製CD也要時間 所以它現在只有一個時間差 所以可以 可以有不等長度的mRNA 可是這些不等長度的mRNA裡面的內容 其實是一樣 只是因為 發生的 開始做的那個時間 的開始 有一點差距 所以長度上會有一點差距 好 這還不打緊 結果我們發現 緣合生物還可以做到這樣子 這裡 我用這條好了 比較好畫 現在mRNA都還沒有轉入完成 核糖體就進來了 你看 核糖體 就找到的AUG其實密碼子 然後準備開始做 沒顏色 沒有紅色 然後它就開始去做 這是前面 短一點點 那就開始去做轉譯的工作 然後呢 相同的狀況是 那個 前一個核糖體 前腳才剛離開 在這邊 AUG所留下來的空位 那個地方 又空下來了 它就允許下一個核糖體 就進來了 因為它沒有這個問題 在細胞核裡面 先辦組合 然後到細胞子當中 完成全部組合 然後開始工作 它只有細胞子 原核只有細胞子 所以它沒有 沒有需要去去救這個問題 然後一樣 前兩個核糖體離開之後 這個是最早進來的核糖體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可能合成的多胎電就更長了 所以同一個時間 總共有幾個東西掛在一起 DNA還在轉入產生mRNA 轉入還沒有完成 mRNA還是半成品 核糖體進來了 然後開始去做轉譯的工作 對不對 核糖體進來之後呢 只要核糖體一離開前面的那個段落 就是AUG附近那個段落 一離開之後 新的一個核糖體又進來組合 然後又開始繼續做轉譯 所以那個還沒有完成的mRNA 又可以再掛了很多個核糖體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這個現象 就是你DNA上面你看那個圖 就很正確 這張圖抓的還蠻精彩的 對不對 一條mRNA上面有很多正在合成的mRNA 所以一條DNA掛了很多條mRNA 而每一條mRNA呢 又有結合很多個 rn還沒有完成 這些未完成 未完全合成的mRNA 又可以掛了很多顆核糖體 然後每一顆核糖體身上呢 留有不同長度的多態點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這個現象 就有點像聚核物在聚核一樣 所以就把它叫做聚核糖體現象 那因為這個奇景 真的是只有圓核做得到 真核不行 真核的話 轉核在哪裡做 因為轉核一定要在細胞核裡面完成 轉核一定要在哪裡做 因為真核的核糖體 就只放在細胞子當中 就是它的轉核一定要到的細胞子 才有辦法做 所以真核就永遠都做不到這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三種 就是轉核所有東西 全部都掛在同一個身上 這種事情基本上真核不會發生 所以聚核它的現象是圓核的獨特的特性 那油門這條就不畫了 所以你去看那個 所以有時候覺得這些也真是很厲害 到底怎麼有耐心去找到這些 OK 今天到這邊 後面就是概念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休息 休息 休息